印尼队也是通过连续进攻 造成了京东文的失误 现在比分是变成了13比13平 果然是印尼队又打出了一个连续得分的高潮 刚才韩国队是连续得6分 印尼队马上也还以颜色 同样是连得了6分 现场的观众也是很有节奏的 在为双方球员加油鼓掌 又是韩国队的失误 相对来说这一段时间 印尼的选手比韩国的选手 放得更加开一些 抓机会的能力要比他们好一些 对 现在印尼队已经拿到了局点 可惜呀 没有能够抓住 现在换发球 13比14 韩国队还落后一分 何泰拳利用1米87的身高 后场跳起大力的披杀 确实很有危险 这个球印尼队呢 是有一些心急 那我想这可能跟他的身材偏矮 也是有关系 也不能完全这么说吧 应该是他也想要求的质量太高了 下压的幅度 从哈里姆的那个进攻来看 他好像寻求落点 包括因为我们双打最主要的一个环节 就是说你的进攻落点 要给同伴创造机会 这样呢你也可以让同伴 给你分担一半的进攻时间 因为这样他也可以撤出去帮你进攻 但是从目前来看哈里姆的进攻 好像没有 针对性不是特别强 是 现在韩国队呢是15比14 领先1分 回球出界 现在换发球 14比15 印尼的选手打得很顽强 稍稍 判断很好啊 对 稍稍的是出界了一点 而且进攻的同时呢 也要找对方的 回球的路线 因为这样呢 也是给同伴创造机会的一个办法 嗯 就是利用韩国队的失误 印尼队将比分追成了15比15平 从13平到14平 然后到现在的15平 印尼队的绝对主动 但都没有能够打死 这个球啊 金东门想突然 放一个往前球 因为他想拦网 因为我们羽毛球当中 就是说要相互配合嘛 他想封网封住这个点 但是呢可能高度啊 包括速度 都出乎他的意料之外 对 这样印尼队呢 是16比15领先 也拿到了这局的赛莫德 对 这样再得一分 印尼队呢 就可以先赢得第一局 出戒了 出戒了 不过还有一次机会 这局比赛呢 双方已经争夺了很长时间了 看看第二个局点 印尼队能否拿下 哈利姆发球 这个韩国队在接发球当中 还是敢于其版的 韩国队呢 是夺回了发球权 15比16还落后一分 比赛打到这个阶段啊 对于双方球员的这个心理素质 要求就比较高了 最主要的就是 首先要看他的发球质量 因为双打当中 发球质量也是 关系到他同伴 能不能马上有进攻的机会 对 因为是两个人之间的配合 发球的质量 确实就更关键了 可能相对于单打来说 发球质量要求更高 突然放一个后场球 这样他也是判断出 陈甲亮会冲的比较凶 回球是出界了 现在比分16比16平 这样韩国队呢 反而是手握两个赛点 两个这个局点 机会 刚才这个滚网球也是很悬 和泰拳是在胯下 把这个球给接起来 动作也很花爽 还有一次局点的机会 还是比赛那些 很超越远击 金正文想挑一个对角 对 他想要用一个很平的球 去挑一个对角 因为他想转弓 但是要求质量太高了 这样连续的两个发球都没有能够把握住 还是16平 这样局点又到了印尼队的手中 确实第一局比赛的进程 起伏跌宕 优先拳是几度一手 这个动作 估计扣球这种失误情况的出现 我看更多的是在业余选手比赛当中出现这种情况 但是这个球京东文首先是跑位没有到 然后包括他还是很想去进攻这一排球 我们再来看一下慢镜 这样的印尼队是拿到了这个局点 也赢得了第一局 比分是17比16 应该说第一局陈甲亮跟哈利姆是比较艰苦的 因为一直都处在落后比较多的情况下 对 而且也顶住了对方两个的局点 第一局比赛双方是激战了38分钟 陈甲亮跟哈利姆才以17比16 写生精通文跟何态权 第4